红高鞋 像一个美容 哎呀妈呀 怎么还给投胃了呢 吓我一跳 什么东西 不用不用 蹲一下就可以了 顺便捡个肥 上了爆汁就跟穿花衣会一样 这就是色香味道 对色香味道去 色在第一个 哈喽大家好 我是长安牛 今天来到了福州 廉江关坂 关坂 关坂镇 然后关坂村 这边是一个很老的祠堂 今天晚上是一个便饭 2000块钱的标准 13道菜 现在就带你们一起去 Look look 这是新郎家的大别墅 哇 抱歉 在一个很老的祠堂里 还发现了一个老红金爷爷 来吃酒 这个是开席之前的第一道菜 这啥那么黑 这个是跳跳鱼 炒脏 这是炸的 对 这是凉的 对 这是什么鱼 好大呀 这个猪肉 一只都要十几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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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有保鲜膜 看起来就超个大哥那种 先生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宝贝 海继绒 这不是沙虫吗 这是炒还是炖汤 不知道 不知道 莲江特色 青汤 海鲜 火条桥 哎呀 糊了 这个烟太大了 我镜头都糊了 真的是 各种海鲜 墨鱼 那个是鸽子大 这个是青春花龙 旁边是翡翠角 等一下要浇一个油 太亮了 大龙虾 浇一个热油 好漂亮啊 不是拍我 拍你 好 忘了拍老板了 你看 雕刻大师 看一下我们雕刻大师 雕的这个茄子 这么快 红包水 浇一个热油 哎呀 漂亮 下面垫的是红薯粉 对吧 这红包裙太亮了 早菜 要 这谁也猜不出来 还是鳄鱼龟啊 太有食欲了 漂亮 糖醋 黄金甲 放在这个三拼盘里 很漂亮 哇 亮 歌太高了 这个是他们这边的特色 是那个叫什么 海鲜清汤火条桥 里面有很多东西 好像还有堵一类的 尝一口 还不错 老板还在后面给我找凳子 哎呀妈 谢谢 后厨也可以吃得这么好 哎呀妈呀 怎么还给投胃了呢 吓我一跳 妈 今天来这太幸福了 一直在投胃 没你过来她 老爷们过来就不投胃了是吧 哈哈哈 哎呀开玩笑笑死了 不上桌也能吃得这么丰富也只有我了 哈哈哈 哦 好大的虾 钻石王老五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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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姓王吗 嗯 下面的红薯粉 嗯 一趟 福州一趟房子三四百万 是吗 福州房子这么贵啊 我这到哪都吃得开 走哪就直接就吃了 叫什么鱼 龙蛇鱼 龙蛇鱼 是不是因为这个鱼长得比较像蛇头啊 郑脸 来帅哥 帅哥有没有结婚 还没结婚了 把我粉丝介绍给你 哈哈哈 哇 这个竹鱼真的巨大 竹鱼蒸日本豆腐 我的天 好大呀 来 又勺咬一下 你这勺有点大 哈哈哈 哇 兄弟们看一下这个鱼子有那么大 哎呀 妈呀 先给你们说一下啊 我吃的不是他们宾客的 是后厨特意留给自己人吃的 我也跟着沾了一点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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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这样刷锅 等一下我要拍一下 看看这个壳 真的巨大的那种 兄弟们看一下 这个是刷锅的刷子 哎呀 我的老天爷 这真的是省劲了 哈哈哈 抱着枝搞上 哎呀 漂亮漂亮 哇 很精致啊 有大饭店的感觉 感觉色香味劲 对色香味劲 色在第一个啊 对 军菇炖兔肉 哎呦 这个红色的是兔肉啊 没错 兔肉怎么那么红啊 找粉丝特色度 粉丝特色度啊 对 这个是兔肉军菇吧 这个兔肉为什么那么红啊 是因为加了那个酒酿 酒酿是那种红红红的颜色 玩一下 怎么说 这个酒酿的味道感觉还挺奇怪的 这又是一道三拼 菠萝蜜 鱿鱼 拼花螺 中间是茄子 好香吧 这道是龙蛇鱼 放上蒸鱼豉油 直接浇油 更喜欢这瞬间啊 太吃鱼了 这个叫海地龙杠萝卜 里面是芹菜吧 这海地龙还挺贵的啊 这是一个汤的做法 地瓜饺 这是最后一个菜了 最后 这个是最后一道菜 是他们这边特色的地瓜 地瓜饺 地瓜饺 地瓜饺对不对 对 我是忘了菜名了 地瓜饺 放泡了 吃了这个地瓜饺 祝你今天的鲜 甜甜的鲜 这也好 但是 甩 的 我可以拿到